哈喽大家好,麦田来了,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下这款格桑花的勾织方法 这款格桑花用到的是四股线2.0的勾织,然后花瓣的话每个花瓣都加了铁丝 他们这个花瓣用的是26号铁丝 这里这个颜色的话是46号色,这个颜色是39号,这个颜色是66号 然后杆子的话,这个叶子我用的是59号,这个颜色的话是26号 下面我们开始编织吧,每一个花瓣的编织方法都相同 我这里只演示一个花瓣的编织方法 首先起针,我们以打活结的形式去起针 在手指上绕一个圈,然后把线从后往前拉出来 好,我们钩针穿入到这个线圈里面,开始起针 起七个辫子针 好,勾针绕线,勾出来 一 二 三 像这样小辫子似的,就叫做辫子针 我这里已经起了三针 咱们一共起出来七个辫子针 七个辫子针完成,倒回到第二个针目里面 好,勾针,调起来左边的这根线 然后我们勾出来 勾出来以后,我们勾针上有两个线圈 绕线,同时退出这两个线圈 第一个短针完成 拿出记号扣,在第一个短针位置做一下标记 接着我们在下一个针目里面,再勾一个短针 勾针穿进去,调起来的是一根线 好,勾出来 绕线,推两个线圈 两个短针 好,下一个针目,我们勾出来一个中长针 勾针绕线,穿进去 勾出来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同时退出这三个线圈 这个叫做中长针 接着我们勾两个长针 勾针绕线,穿进去 勾出来 勾针上有三个线圈 绕线,先退两个线圈 再绕线,退两个线圈 这个叫做长针 我们在下一个针目,再勾一个长针 长针完成以后,这里剩余最后一个针目 我们在最后一个针目里面勾出来七个长针 勾针绕线 好,最后一个针目里面 一个长针 两个 按照这个方法 重复在同一个针目 穿进去 勾出来,一共勾出来七个长针 七个长针完成 我们这里有一个小小的洞圈 我们拉紧这根线 打活结的用处 就是为了让这个洞圈缩小 好,然后我们开始勾对面的针目 对面的针目和这边是对称的 长针位置勾长针 中长针位置勾中 中长针 短针位置勾短针 我们先勾长针,勾针绕线 勾针入针的位置和对面的长针 在一个洞里面穿进去 这个线头放在勾针上方 记得给它隐藏进来 好 一个长针 接着勾针绕线,下一个针目 再勾一个长针 接着下一个针目 我们勾一个中长针 完成以后,我们勾出来两个短针 一个短针 好,最后一个针目 完成以后,我们把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穿入到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挑起来的是两根线 这里 好,我们勾出来 然后左线圈从右线圈里面拉出来 引拔完成 这个花瓣第一圈完成了 我们现在开始勾第二圈 第二圈我们立四个辫子针 这里注意,引拔针位置要拉紧 把引拔针的这个针目缩到最小 好,立四个辫子针 一,绕线勾出来 二,三,四 好,四个辫子针完成以后 倒回到第二个针目里面 勾针,挑起来 左半边的这根线 拿出来定型条 好,我们勾针 定型条放在勾针上方 线的下方勾出来 好,绕线,推两个线圈 一个短针 接着下一个针目 穿进去,勾出来 两个短针 这里我们在第一个短针位置 去做一下标记 好,下一个针目 三个短针 完成以后 我们来勾花瓣 上一圈花瓣 上面的针目 好,现在 刚才就是我们记号扣标记的那个位置 也就是引拔针的位置 穿进去 挑起来的是两根线 然后我们勾出来 绕线,推两个线圈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绕线 推出来一个辫子针 这样一个短针 一个辫子针为一组 我们一共重复七次 下一个针目 一个短针 一个辫子针 按照这个方法 去重复勾姿七次 重复七次完成以后 我们到了顶部这三针位置 顶部这三针位置 顶部这三针位置的勾姿方法相同 我们现在来演示一下 勾针,穿入针目 先勾一个短针 然后立两个辫子针 接着我们穿入同一个针目里面 再去勾一个短针 完成以后下一个针目 依然重复这个勾姿方法 一个短针 两个辫子针 一个短针 再同一个针目 好,继续下一个针目 重复三次 重复三次完成以后 我们勾对面这一半的 对面这一半的话 要和这边就是相对称 我们就先勾一个辫子针 然后再去勾一个短针 这边是一个辫子针 一个短针 重复七次 重复七次完成以后 我们这边刚才是勾了三个短针 现在在它对面位置 我们继续去勾三个短针 完成以后 记号扣取下来 勾针 穿入到记号扣标记的位置 我们勾出来 然后左线圈从右线圈里面拉出来 这样子 这个花瓣就完成了 我们把多余的线头剪掉 好 然后把这个线拉出来 拉出来以后 我们调整一下花瓣的形状 这边的话 本身就有个多余的线头 也给它剪掉 好 我们把这个线在铁丝上面去给它缠绕 把铁丝掰开 线放在中间 好 扭一下 这样子一个 这样子一个花瓣就完成了 我们这样子一个花瓣就完成了 我们一共勾出来八片这个花瓣 好 装 这个花瓣